共和黨人佔多數國會通過一系列法案,其中包括撥款給政府維修美國不勝負荷的高速公路,提升美國的網絡安全等項目。 民主當席的歐巴馬總統高興地在這些法案上簽字寫到他們成為法律。 眾議院議長瑞安是這麼說的。 他說在短短幾個星期內所取得的成就令他感覺很好,他對明年的展望也感覺很好。 而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麥康內爾說他們不是要國會什麼都不做,而是說要找能夠與總統達成一致意見的事。 民主黨聯邦參議員麥里是這麼說的。 他說共和黨人是少數黨的時候,他們的目標就是阻礙和拖延。 共和黨總統競選人克魯茲參議員是這麼說的。 他說,假如你看到一個華盛頓所喜歡的候選人,趕快點,收起來吧。 對一些共和黨總統競選人來說,運作徵賞華盛頓是不做好事的華盛頓。 他說,假如你認為華盛頓無可救藥,在華盛頓的民主和共和兩黨政客都腐敗, 和游說人和特殊利益集團混在一起,在華盛頓勢力越來越大,我們的競選就是要改變這一點。 國會領袖對此不以為然。眾議院議長瑞安是這麼說的。 他說,隨著國會進入明年,他希望確保他們重歸所謂的正常秩序。 民主黨聯邦參議員李德華,他說,議長和他進行了多次的交談, 他希望通過撥款法案,希望通過撥款法案,因此他們沒有理由不通過。 自從克林頓擔任總統以來,國會一直沒有通過以國會逐個委員會審議開支法案形式向聯邦政府提供撥款。 共和黨參議員麥康奈爾繼續說,他說他剛剛通過了開支11000億美元的法案, 這一個法案不是正常的運作,他們要揭進全力,不要再搞到這種結局。 麥康奈爾需要民主黨人的幫助,而民主黨參議員舒密,他說, 他們只能夠希望在2016年民主黨人重新獲得參議院多數的時候, 共和黨同時能夠,像今天的少數黨民主黨人一樣,和多數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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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